为了帮咱们节目的粉丝朋友们在19年买保险的时候都不被坑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份这样的武林秘籍 这里面都是一些保险避坑工业啊 理财方法等等这样价值千金的实用招数 点击小思淘宝的头像进入主页 点私信按钮 回复暗号武林秘籍 就可以免费的拿到了 有没有用 你看了就知道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思淘宝 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在微信火台留言啊 说自己这个工作墙都太大了 几乎是996还多 所以担心啊自己会猝死 所以想买份保险 问要能保猝死的这个保险应该怎么来买呢 的确啊 这些年咱们在媒体报道里面经常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猝死的案例 那现在这个猝死也越来越年轻化啊 像前段时间报出来的某证券公司的这个演员员 晚上在家猝死了 年仅36岁 年初的时候还曝光过这个华为的这个业务员猝死也是30多岁 那根据统计呢 每年咱们国家的这种新元性猝死者高达55万人 而心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却不到百分之一 那可以说啊 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在这个一二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 这个超强的工作节奏正在侵蚀着我们的健康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尽量不要通宵达旦的去干工作 即便是加班该睡觉的时候也得睡觉 那回到咱们朋友留言提的这个问题啊 他是担心如果说将来万一发生处始的情况的话 不想让家里的人生活遭受太大的影响 那他最适合购买的保险是什么呢 其实他最适合购买的就是在这个身雇责任的保险 那首先要推荐的就是这个受险了 受险本身就是对身雇进行赔付的保险 一般在等待期内因为意外伤害或者是等待期后 因为其他的非意外伤害导致的身雇都是可以赔付的 那其次呢可以去考虑买一些带身雇责任的重机险 再有就是这个医疗险了 虽然一般的医疗险不对促死进行这个身雇的赔付 但是在如果突发急性病抢救过程中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免赔额以外的部分也是可以报销的 那最后呢大家也可以考虑这个带有这个身雇责任的意外险 不过大多数的意外险是不对猝死进行赔付的 因为这个猝死它主要是因为自然疾病而突然死亡 并不是一些意外情况 那所以说大多数的意外险不会对猝死进行申雇的赔付 但是啊也有一些极少数的保险公司 为了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也推出了带这个猝死申雇责任的意外险 那最后啊咱们今日头条的粉丝朋友们呢 一定要点击视频下方的了解更多 可以快速的领取我们的武林秘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